执着也不可以 佛是叫我们放下执着 不是叫我们放下执着的对象 这个一定要懂 所以他就能 他往上去很容易 那个时候离开分别 那就更高明了 不执着 还有分别 生凡胜通俱途 如果您分别没有了 他就生方便犹豫途 妄想也没有的时候 生十报庄严途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要把这个烦恼 不断的 要把它放下 要把它解清 一下断不容易 希望就是一年比一年轻 那我们自己 这清净性会先前 智慧会开 往生自己又把握 这个重要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帮助别人 那自己不成就 怎么能帮助别人 自己成就了 才能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 那真的 智慧大师实现的时候 绝对正确 随便独从 讲言 讲言不一定是有讲堂 不一定的 凡是碰的人就讲 无论在什么时候 机会教育 只要他愿意听 就得要跟他讲 他不愿意听 想以善巧方便去诱导他 使他能产生兴趣 这个叫机会教育 那么最后的两个科目 是坚形六度 阵形六度 什么叫坚形六度呢 坚形六度是以四血六度帮助别人 阵形六度 那是以六度消自己的业障 这阵形 不时度坚贪 坚贪烦恼 用不时把他拔掉 我们有我业 我业用持戒把他拔除 所以这就是六度 六大类的根本烦恼